东京奥运不公平的对待 一、男子体操全能决赛中 中国选手肖若腾整场比赛零失误 却获银牌 而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出现明显失误 反而获得金牌 如此裁判打分 令无数网友愤怒 二、男子举重67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慎力军对阵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时 发生不公平改判 莫斯奎拉的停局 因体力不支 身体尚未达到平衡状态 就扔掉了杠铃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失败 但就在这时 无耻的一幕发生了 在仲裁委员会的介入下 他的事局竟改判成功 没有理由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仲裁改判的依据是什么 就连解说员都直呼不可思议 此时莫斯奎拉的金牌已如囊中之物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胜利军竟直接将重量加到了187公斤 这是一场大冒险 从没有同量级的选手 在奥运赛场上举起过这一重量 赌上一切的胜利军 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上演惊天逆转 斩获金牌 同时创造了奥运记录 三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决赛中 中国选手石志勇 明明成功举起192公斤 竟然被判了无效 裁判无耻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这位血性男儿 他直接把重量加到198公斤 并一举成功斩获金牌 看他当时的嘴型 不用解释 大家都知道他什么心情了 4.女子水球小赌赛 第三轮 日本球员直接将中国球员陈孝压在水下 尽管陈孝努力举手示意 裁判仍未吹罚 5.与毛球混双半决赛 第一局关键时刻 日本选手出现明显的过往击球 而裁判竟然盼日本得分 中国队立刻提出异议 但裁判并未更改判决 好在最终以2比1击败日本挺进决赛 我们原以为日本作为东道主 会在奥运会上放下偏见 公平对待每一位选手 但事实证明 我们的心思还是太过良善 运动健儿们努力多年 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唯有如此 奥运会才是全人类推崇的盛会